哈喽摩羯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从8月1号到8月15号的2021年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呢读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请记得呢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除了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太阳月亮上升精心之外 也可以回顾前几周的影片 那你也可以呢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跟任期 你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也可以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 对你也是很有帮助的好吗 那今天呢我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来进行收音 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样子是不是对你们来讲比较清楚一点 如果你觉得语速有点太快的话呢 那也麻烦请你到右下角的这个设定的部分 可以进行一个调整会比较适合你个人的喜好好吗 那呢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们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点 开之后应该都可以找得到你们所需的答案 那如果呢你还是找不到答案 欢迎你呢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 也就是真爱自己 真love myself J H E N L O V E M I S E L F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于我的资讯 加入我的IG私讯给我 我就会尽可能在有空的时候 赶快回复你的问题好吗 好那呢新来的朋友们 非常欢迎你们加入 请记得在右下角的这个通知的部分 点选全部通知哦 因为呢这样子要在首播的时候 你就可以抢先收看到这些影片 OK 然后呢今天呢在各个十二星座开场 一样有这个平台的更新消息 然后当然呢也会有这个呢 Sorry 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要给大家 好不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摩羁座的朋友们呢 如果呢你想要参加我这个全球的生日派对 也就是我在上一期影片 七月十五到七月三十一的影片 我有做一个活动的详细说明 如果你还不清楚 请回去回放上一集的影片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获得我的这个 帮你亲自挑选的这个水晶能量时 还有我在我自己的官方网站 有在贩售的这个大天使能量蜡烛 或者是你想获得 有我的这个天使传讯心灵咨询的个人服务 那我们都会在这个生日派对的时候 公开抽奖 然后告诉得奖者好吗 所以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直接来进入到这两周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 OK 好的 等一下 为什么要自己先讲 等一下呢 原因是因为呢 我一直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有点卡卡 sorry 我这次用这个收音可能咳嗽会很大 所以请你们自己调整一下音量 好吧 OK 好 我为什么会觉得卡卡呢 我个人觉得卡卡 是有点像是 有话你说不出来的那种卡 所以我现在喉咙很卡 就是你有话想说 但说不出来 但有一部分也觉得说了没必要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要给摩羯座的开场讯息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这个能量场给我的一个感觉 有点像是你好像心知肚明啊 所以你也会觉得说 可能或许不说 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或者是另外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的感觉是这样 好不好 好来 那另外一个呢 开场讯息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是 我感觉好像 因为我看到一个人是这样 就这样坐下来 你知道吗 感觉好像很累 就是这个累呢 是 这个累很像是心累 不是身体上面的累 当然身体疲劳也是有一点点 但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是 你的心累了 而不是只有身体的部分 所以我感觉你好像坐下来 然后有点这样 好像有点 感觉 也不能讲垂通上气 或者是有点沮丧 但是你就是内在有像这样子的感受 好吗 我尽量可以形容这些人量场 给我感觉到的样子 又是你会觉得 比如说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这件事情怎么那么复杂 这个怎么那么难搞 麻烦你们自行 去套用一下你们现在遇到的状况 好吗 这是我看到的第二个讯息 OK 好 第三个讯息 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这几宗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们很适合一种颜色 这颜色很特别哦 是猪肝红的颜色 很特别 你懂我意思吗 这种好像猪肝红的颜色 就是红色混一点咖啡色的那种颜色 OK 我觉得这很特别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感觉这个能量有点像是 你的麒轮跟你的 你的麒轮跟你的海底轮 正在做一个能量上面的整合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这个猪肝红很适合你们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好像在打一个什么底气的感觉 像比如说刚刚你觉得 好累哦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但是你总是得打起精神嘛 才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 或者这件事情才能够有一个改变的契机 所以我感觉你好像在打什么底气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或者是你在打什么基础 或者是你在重新来过一些什么东西 这是这个讯息给我的感觉 好吗 请你们自行去筛选 哪一个讯息对你们来讲是有用的 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呢 来进入这两周呢 摩羯座的能量排卡解读 那如果你是新来到我频道的朋友们 请你记得 我们这个频道非常讲究 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所以请你拿出来用 等一下呢 我在解排过程当中呢 请你自行去套用你的相关的人事物 那当然呢 在形容词的部分 也麻烦请你自行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一来应对 大家所有的感受 还有请拿出爸爸伸给你的食指 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的 我告诉你影片下方资讯栏 大部分我都讲解的很清楚 你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讯息 或你有额外的问题 你可以先看影片下方资讯栏 如果还是找不到答案 请你来IG资讯我 非常的欢迎 我一定会亲自回答你的问题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两周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要遇到这个挑战 也就是这个judgment 那这三组牌卡 分别是过去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那在越来 未来 sorry我嘴巴那个破洞还没有好 所以讲话有点卡卡 有时候会嘎记 好 在未来这两周的能量场 你目前还没有看见 或者可能是会影响的 这些事件 或会发生的事件 也就是这一个女皇牌 OK 好 我们来看看宇宙跟天使 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 摩羯座的朋友们好吗 有没有觉得我新的这个蜡烛很可爱 这是我自己做的天使能量蜡烛 OK 这是我的新包装 非常的神秘 OK 好的 我来瞧瞧 OK 我刚有讲吧 你好像感觉 好像有话说不出 或者是 觉得说也没什么用 所以还不如不说 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是这样 好 那为什么我会说 你很适合朱干红 你注意看 这个皇帝 穿的就是朱干红的颜色 整张牌卡都是朱干红 这个呢 权杖国王也是朱干红的颜色 然后你看这个人哦 这个是力量开卡 这边也带一个朱干红的爱心哦 非常特别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看到朱干红的颜色 非常的明显 OK 好来 这边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先告诉你 这两周 我个人觉得 你在找回自己的一个 找回自己的力量也好 或者是 你终于觉得 可能某个状况关系元素 为你带来的冲击好了 或者是改变也好了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了 我个人觉得 在过去的能量场 你已经渐渐的 慢慢的平息了 这场风波 或者是渐渐的 已经走过这个 最困难的时刻了 但是呢 这两周最困难的挑战就是 当这件事情 已经到了一个落幕 或者是尘埃落定好了 你突然觉得 有一点被掏空 你懂我在讲的这个意思吗 这意思有点像是说 比如说我们假设好了 你现在是失恋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你跟这个人分手了 不管他是对你好 对你不好 都无所谓 但是呢 前面我们总会有一个阵痛期 你会这边很伤心欲绝 为什么会分开 然后可能哭得稀巴烂 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在过去这个状况 已经渐渐渐渐慢慢在平行 你慢慢找回来 你应该要重新回到正轨 或回复到你的生活 或回复你的生活 比如说工作该有的 这个状态好了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 你回到了这个状态 但你突然有点空虚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知道 OK好我现在可以正常做事了 我可以正常跟没有出去玩了 我可以正常怎么样怎么样 但你心里会空空的 这就是我要形容的那些感觉 我觉得你好像 这个空空的感觉 是你这两周的挑战 OK我尽可能去形容 这个能量场的状况 给我的感受 但是请你们自行去套空 套空是什么 填空 套路 好不好 套空 我也是蛮聪明的 好来 那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我个人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这一开场的讯息 会说底气啊 你看哦 这边有一个皇帝牌 对不对 但你这两周 目前看不到的是皇后牌 这是一对couple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有一种 被掏空的感觉 这就是你想哦 有皇后没皇帝 那这一个婚姻就不存在嘛 有皇帝没皇后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形同虚实嘛 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你为什么被掏空 就是中间有一个东西 好像被拿走了 比如说你就是跟男朋友分手 跟女朋友分手 这就是这个couple 他被拆散了嘛 被分开了嘛 所以就是有一种空空的感觉 OK 那当然你可以不需要看感情 你可以去看看 你现在的状况关系人士 或许是你的合伙人 你的亲情 你的朋友 或你的梦想 我觉得某个部分 好像你被掏空了 OK 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情 好像发生了 但后来你觉得说 你觉得说哦 你在过去呢 花了很多 很多时间 还有很多力量 把自己拉回来到这个状态 但是拉回来之后 你知道说 这不是一蹴可及的 这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即使你现在生活 恢复到正轨 好像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但是你心里是空虚 或者是空洞的 OK 这就是过去 这个塔牌 力量牌 跟这个钱币 扒给我的感觉 所以这个judgment呢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为什么你被掏空了 就是像这样子 你想要找回 你看这个女生 她是多么渴望 她想要找回 她自己原本的样子 可是她的灵魂飞走了 OK 这就是为什么 这给我一个掏空的感觉 那加上出现了 这个皇帝 跟这个皇后牌 更让我有一个感觉 是你看 他们是相隔两地的 皇帝牌 是你现在的能量卡 这个是你两周之后 暂时看不见 遇不到 你可能之后 遇到你才会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好像相隔两地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会有一个 好像有个皇位控在那边 没有人坐下的感觉 OK 好 那在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 我个人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觉得说 被掏空的原因是 就是你知道 卡普它都是一对的 能量它也是平衡的 然后你可以看 这个圣碑二 你看这就是 两个人嘛 一男一女 互相抓着彼此的手 就是想要有这种 互相融合的感觉 那不就是在对应 这个皇帝 跟皇上的关系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边有很大一群 部分的朋友 你可能在经历一些情商 这是小众的朋友 另外一部分 我个人觉得 这边有可能是在想 你要如何去做一个整合 整合有可能是 跟你的合作伙伴 有可能是跟你的同事 有可能是跟你的老板 但我个人 不管这个状况 这个对象是谁 我个人觉得 它引起你的情绪的 轩然大波 是 呃 什么想 嗯 这个轩然大波 或引起的这个反应 或你内在感受 是很强烈的 但是到最后 你有一种 被丢在一旁的感觉 或你被落下的感觉 或者是你被抛弃的感觉 或者是你觉得 你自己一个人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 你被掏空 你心里空空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这有点难形容 但是我觉得 你们应该听得懂 原因是为什么 你看这原本应该是 两个人互相手牵手 他是圣贝尔 可是你好像被 你好像这个美人鱼一样 掉到这个海里了 你懂我意思吗 掉到这个海里面了 这海里面没有别人 就你自己一个人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你看你好像是一种 被丢下来了 被沉下去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嗯 这边呢 很特别一个点 就是这个呢 虽然是一对情侣 双手 就是交叉 紧握在一起 你也看哦 这边有一个白色的狼 跟一个黑色的狼 他也是阴阳阴阳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现在只剩下一个美人鱼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感觉你好像就是 变成是说 这个状况关系人数 你自己一个人 然后你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 你在处理这些情绪上面的感受 你在处理这些东西 另外那个人没有hold住你啊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像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举例假设 你呢 之前跟一个合作伙伴 你很认真的投入 然后很认真的想要去 筹策资金也好 或者是跟他有更好的 合作模式也好 好了 到最后你就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好像有点辜负 你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么投入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请你去想一下 就是感觉这件事情到最后 因为一件事情爆发之后 你突然发现说 你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你不可以再一昧的 比如说单方面付出也好 或者是你不可以太 去替这个人说话也好 你不可以太 只看美好的一面 不看他不好的一面 类似像这样 请你们去套用你自己的状况 这就是过去给我的感觉 在现阶段的状况就是 你觉得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合作伙伴 你不是应该要跟我 携手渡过这个难关吗 我们不是应该要去 突破公司这个窘境吗 但是现在变成是 这个人坐在这边 看着你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人坐在这边 翘脚看着你 他没有伸出实质的帮助 他在这边哦 坐着好好的看着远方 你懂我意思吗 结果你一个人 掉到这个海里 掉到这个茫茫的大海里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你在情绪上 在生活上 都受到了一些动荡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 可是呢 其实你觉得这里 应该是要像这个 圣贝二一样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你被掏空 这两个人 他是分隔两地的 就有点像是说 这两个人不在同一艘船上 但是他们要去同一个方向 我觉得很有趣哦 这个能量很有趣 但是呢 在未来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慢慢慢慢地平缓下来 我觉得慢慢慢慢 会落美元 是因为在未来 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一个太阳牌 这边有个Temperance 这个平衡点已经出来了 还有一点是 这个是权杖国王 我个人觉得 你自己觉得 比如说假设 你跟这个人 形同陌路好了 或者是你们两个 目标不一致好了 或者是你觉得说 你既然已经 跟这个人分开好了 随便 你们就去套用一下 去转换一下 你们的角色 还有状况 我个人觉得 你在过去经历过 这一段 塔牌事件之后 或者是这些状况之后呢 你已经知道 我们可能就是不适合 或形同陌路 或我跟你理念不合 我跟你观念不合 我就是跟你什么什么不合 随便 或八字不合 也没有关系 请你们自己去想一下 但是最终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非常看好 你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经历过的这些风暴 原因是因为这些力量 即将要回到你的身上了 为什么会这样形容 的原因 是这样子 请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女生 她是一个太阳牌卡 你注意看一下 她这个太阳牌卡 是从她的头上 这样整个升空的 到这里的 你知道吗 你现在状况 有点像是说 还能夺差 我这里就已经这样了 这个人把我捆绑 丢到海里面了 我还能怎么样 他都要丢我去喂鲨鱼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还能 状况能够坏到怎么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太阳牌卡 就有点像是 啊 欧毅啊 就这样子啦 既然你要走 你走吧 你不跟我合作就算了 我们既然八字不合 你妈妈讨厌我 你猫咪 猫咪不喜欢我 或者是什么样的理由好了 或者是你觉得 你跟我就是 没有办法继续再往前了 我个人觉得 你会杀手 让这个东西离开 因为你知道 如果是一个烫手山芋 握在手上 终究是会烫到你自己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是叫做烫手山芋 人家通常会丢给别人嘛 但是呢 你却把它捧在手上 结果你发现 你烫着手 你长了水泡 你开始觉得痛了 你开始才会把它丢掉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为什么我会说 这张太阳牌卡出来之后 加上这个Temperance的牌卡 给我一个有一个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是你的黑暗面 这是你的光明面 你在纠结 我到底该怎么办 比如说这个相关的 中控人事物 它给你哪里不好 哪里好 哪里怎么样 哪里怎么样 你一直在做一个权衡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一下想好的 一下想不好的 一下想它的优点 一下想它的缺点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这样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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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 我一开场的时候 我就有讲 什么什么阴暗面 然后什么什么 你不可以替它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 这张Temperance的牌 出来给我看 你突然发现 你在这边想东啊 想西啊 来啊 回啊 这干嘛 什么等等之类的 你知道吗 你自己只能坐在这里 你不能动的 就跟这个人 没什么两样啊 你知道吗 他也不动 你也不动 那这件事情 就没有办法推动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不动 你不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谁要起来动呢 这个时候就是只有你自己了 这个是权壮国王 这个权壮国王 点着这个火把 你燃烧了这个自信 燃烧了这个 整个大地好了 你看哦 这个火把 从你的内在的 深层的最深处 开始慢慢在点燃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不站起来行动的话 你一直坐在这边 纠结什么黑暗面 光明面 过去美好的回忆 现在很纠缠的状况 未来到底会怎么发生 你知道这件事情 不会有转变的 这件事情要有转变 你得动起来 好不好 你得开始向前行动 你得拿回这个主导权 你得为自己做出 对你自己有帮助 有利的事情了 请你去套用 你自己心里的感受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想要有 这个太阳光明的未来 你得要有一个 重新新生的开始 重新一个新的未来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不能在这边 纠缠来纠缠去 然后没有任何的行动 然后一直去想 我到底未来该怎么来 你应该要拿着这个权杖 让这个火把燃烧 能够去点燃照耀 你整个天空 这是宇宙要我告诉你的讯息 OK 好吗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这会有一个 很好的转变原因 是因为 你最后抽到这张牌卡 是这个女皇牌卡 就是这个 empress 这个empress 给我一个感觉 你知道吗 你在孕育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你现在坐着 可能行动并不大 这可能是一种情绪 后面这种酝酿 或者是一种 愈孕的感觉 就是你现在知道 但是她还没有成型 因为你看嘛 这个皇后还在怀孕 小孩就还没有生出来 新的世界 怎么会成型呢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看这件事情 非常有趣 你看哦 这是你想要的 光明璀璨的未来 你在孕育什么 你就在孕育这件事情 你没有看到这个皇后牌 身后就是这些阳光吗 就是这些橘红色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说 你有一种橘红色 甘红色 朱甘红的颜色 正在开始酝酿你的底气 的感觉 就是像这样子 你看哦 这个人就是穿着 我刚刚讲的这个朱甘红 你在慢慢燃烧你的小火把 你在酝酿这个底气 你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在过去 这个状况关系人数 他拿走了你的底气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国王牌卡 手上拿着这个西洋旗 他掌握了你所有的一切 OK 掌握你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讲 比如说你的情绪 你的情感 你的投资的项目 或者是 你在进行的这个进度都好 请你们自行去 推动这件事情 这个人掌握你所有的东西 所以当这个塔牌发生的时候 OK 过去这个塔牌发生的时候 现阶段的你 你就觉得你好像被扔入大海里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好像被丢入大海里了 这个人好像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说要这样就要那样 这样子 然后你好像就是 只能够被这个人 我觉得我不能讲说到控制 但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对你影响力还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 摩羯座的朋友们 他或许 可能并不一定是你的上司 或者是一定你的长官 你的父母 可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 他一定是有哪个地方牵动的你 所以对你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过去的这个状况 有点像是说 你把这个权利 或者是把这个决定权 或者是把你这个自由自主的权利 好像丢给了对方 当然我个人觉得 这边他们要我说清楚一点点 他们说 我们本来在一段合作关系当中 在一段关系当中 本来就会互相有所牵着跟拉扯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要我解释清楚的原因是说 他们说你要去想 当这个人 如果他做了什么决定 或者是想要离开 或者是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 为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叫我用这个形容词 找到一席立足之地 他们是这样讲 OK Maybe你很顺从对方 Maybe你永远听对方的话 或者是Maybe你会觉得说 没关系我推让一点点 没有关系 让他做主吧 或者是Maybe你会觉得说 这又不是什么无伤代仰的事情 就让他去吧 但是或许你自己心里是在乎的 或许你自己心里是在意的 可是当下那个时候或许你没有承认 当下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说明白 当下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Anyway看什么样的理由 你自己套入你自己的状况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因为可能在过去的那个当下没有处理好 导致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你整个被影响了 你整个人被冲击了 你整个人被击垮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不需要到这么夸张 有可能就是说造成你生活上的一些困扰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能量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的用词就会稍微重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通常会抽宇宙验证牌卡 可是今天我们要直接来抽你的阴暗面 我们要来请宇宙告诉我们 你真正不想看的 不想提起 不想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抽一张牌卡 我们就来看你到底是在什么东西 我最近很喜欢把两个词 缩短起来节省大家的时间了 我来看一下 好你看吧 牺牲这张牌卡叫做sacrifice 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点像说 我个人觉得这张牌卡不一定叫做牺牲 我个人觉得 我的天哪 他叫我仔细看这张牌卡 我现在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来给你们注意看 他们说不需要去管这个牌译 你们知道我解牌不看牌译的 但是他们叫我给你看这个牌 你看这个人是这样子 他呢大部分的牌卡都是暗暗黑黑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哦 好像有一道曙光要照进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有一道曙光要照进来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在你找回自己的底气跟力量之后 这道光芒终于进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张牌卡就是 他们说你在想 我到底该怎么做 能够找回这道光芒 找回我自己的底气 找回我自己的力量 找回我自己对自己自信什么 或是干嘛之类的 你自己去套路 你知道吗 你现在开始想要像这个战事一样 你想要拿出这把剑 拿出这把刀 你想要能够为自己战胜这一场 不管是你内在的纷扰也好 或外在实际跟这个人的关系也好 我个人觉得你开始要为自己战出来 为自己而战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他这把刀是已经准备拿出来了 要准备拉出来了 所以呢 你看哦 当他拉出来准备做这件事的时候 这个刀就会去反射他 给他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觉得 这个底气好像具足要往上冲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股能量很强 就代表说 you are ready 但是你还没有 make a move 我准备好 我要去打仗 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再让我拖延个两分钟 我再往前走 你现在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 你很像是这个战事 准备要上场打仗了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点考量 或者是有一点点什么 请你去放进去你自己的感受的形容词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ready好了 因为你想要走向这个新的篇章 OK 那这个阴暗面呢 我个人是觉得说 你觉得以前哦 你注意看哦 这是这把刀拿出来之后 这把刀才会反射这一道光芒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这张牌卡呢 有点像是说在过去的状况 在过去的状况 你并没有把这把刀拿出来用 你没有让这个保健出窍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状况关系人数当中 你并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或者是你并没有跟这个人 去来个理论 或者是你没有跟这个人 做一个界限上的切割 或者是你对这个人 可能过分的牺牲 没有去做到真正 你应该要去照顾好你自己 保护好你自己 或者是去为你做自己 做出一个对的选择 为你自己做出一个对的选择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因为你这把刀 已经拿出来了 所以开始反射出 这个力量跟光芒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后面你已经开始准备 要动起来 因为你想要走向这个新生 你想要走向这个光明的未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边你可能要去想一下 在这些你所想的 状况关系人数当中 我个人觉得 你要去想看看 你是不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 你在某部分 是不是没有说出该说的 或者是你觉得 不说也没关系 反正还不是都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开场讯息 我觉得很怪 很卡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你是不是牺牲了某部分 你不应该牺牲的东西 OK 我觉得 这是其中一个讯息之外 另外一个是我个人觉得 你是不是太过于退让 导致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有点失衡了 这是我的感觉 好吧 但是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你已经开始找到你的勇气 我觉得你一点 你以前啊 这张牌卡给我另外一个感觉 就是 我觉得你有点逃避 OK 某部分是有点逃避的 OK 接下来呢 既然黑暗面看到我 我们来一点娱乐 开心快乐的 好不好 光明面的这个独角兽要来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呢 错了这张牌卡 是独角兽的神域牌卡 我们来看看独角兽有什么样的讯息 可以协助你 比较能够快速通关 好不好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吧 相信你自己 你自己看看 这两张牌卡 完全就是给我一种 很坚毅不拔 很打死不退的力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要能够相信自己 你才能够做得到 而且你会做得到 就是在这里 OK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能够做得到 你才会做得到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以前可能在这个状况 你会觉得说 讲的有什么用 哎呀 提出这个方案 他哪会听 哎呀 我这样子做怎么样怎么样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是这件事情 打醒了你 你突然发现说 这个状况关系人数 不能再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相处 或者是你不能再沉浸在 这个比如说 这件事情的 比如说悲哀也好啦 忧伤也好啦 怎么样的状况也好啦 都行 OK 请你自己去套用 我个人觉得 你现在该做的是 为什么我会说 你要focus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为什么要专注 在你自己的身上 如果经过这次 塔牌事件之后 你能够将这些力量 找回来 你知道吗 你在一开始 在过去的时候 你就抽到一张 力量的牌卡 如果你能够 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 拿回你自己的力量 突破这次的 塔牌事件之后 我告诉你 这个人 他就没有办法 再绑住你了 这个关系 这个状况 这个条件 他就不会再限制你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不会再限制你之后 你就不会再重新的 跌到这个大海 这个情绪漩涡里 或者是这个纠缠里面也好 最后我告诉你 你就会找到一个方式了 你会准备开始启动了 因为你已经不会再来回来回 重现在这个状况当中 但是前提是 你得相信你自己做得到 你得相信你能够 影向这个美好的未来 你能够相信你 为你自己站出来 拔开这个宝剑之后 你能够看到 这个阳光的照耀 而且照耀在哪里 照耀在你自己的脸上 照耀在自己脸上 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得相信你自己 你得看到你自己好的一面 你得看到你自己有能力 你得看到自己 就算没有这个人 你也能够过得好 有自信 这就是宇宙要告诉你的话 所以你这个心声 才能够开始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这些所有的牌卡 其实是有串联在一起的 我觉得呢 你应该要把握 这一次的机会 虽然或许它让你跌倒了 或许它让你受挫了 或许它真的 给你有一些不好的感受 但我个人觉得 这一招啊 这一段啊 不管你现在看的 这个状况 你在衡量的事情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 它在考验你一件事情 你有多么相信 你自己是有力量的存有 好不好 这个上次有很多人问我说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 我仔细解释一下 存有是存在的存 有没有的有 叫做存有 你是有一个力量的存有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 你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 你是一个有力量 有自信 可以相信自己 办到这件事情的 生物也好 动物也好 但是这个形容词 就是一个存有 感觉好高尚的一个形容词 自己讲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 我觉得走来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之后你会发现 很值得 好不好 这边是宇宙 特别重复要我讲 很值得 你会知道为什么会很值得 因为这个值得 只有你知道吗 我不会知道啊 很多人的状况不同 我个人觉得 你最后会在这边 发现你的宝藏的 好吧 以上呢 这些就是要给 摩羯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的 双中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如果有符合你的状况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会尽可能尽快去回复 你的讯息好吗 那也欢迎你们 诚挚在邀请你们 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那详细的说明呢 在上一集有提到之外呢 影片下方知识栏 也有我的邮政信箱跟地址 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